文约小强 苏狼漫画《西星记》如约而至 在上一期中 白狼一行人卷入到了巨人国的叛灭阴谋之中 好在最后化险为夷 而在本期节目中 唐僧帐等人迎来了一位昔日好友 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冒险吧 话说唐僧一行人离开巨人国 前往野牛堡 途中遇到了一位前来迎接他们的故人 那正是野牛一族的丞相多吉 唐僧等人见到昔日好友甚至欢喜 可还未等他们享受着重逢的喜悦 一群不速之客却蜂拥而至 那便是野牛一族世世代代的宿敌 大黄蜂 呃 其实是这样的大黄蜂了 只见野牛一族被独风围剿 在如此迅猛攻击之下 众人渐渐败下阵呆 可突然间一柄钢叉飞过 一个庞大的身躯出现 那正是野牛谱的大佬 牛魔王 牛魔王挥舞起钢叉 不待片刻就将独风们逐一击退 随后他邀请唐三藏等人来城中做客 并向其询问了悟空的情况 得知悟空真的离开了人世 牛魔王奥一伤故意 感叹着世间又少了一位与之匹敌的强者 就在他们交谈之时 独风一族的首领独鸡 亲自带领首相袭击了野牛谱 原来之前的偷袭只是试探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奇迹 电光火石之间 白狼带着小羽一路火闪 势路冲出重围 眼看形势不妙 白狼召唤出龙魂 可是身旁的小羽却在此时被跃走 一时间白狼心急如焚 他责怪八戒 在刚刚的战斗中无所作为 可是却遭到八戒的反驳 保护小羽是你这第一士兵的责任 你失败了 却不找寻问题的根源 八戒的话让白狼如梦初醒 是他的错 他的能力不足 致使小羽被掠走 这也使白狼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在野牛一族的帮助下 经多方查探 师徒几人终于确认了独风的秘密之所 此刻白狼叙事待发 他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小羽对他来说无比重要 他要保护好小羽 他要变得更强 在前往独风大本营的路上 一行人又遭到了埋伏 没想到竟是多吉暗中勾结了独风 背叛了牛魔王 作为丞相 多吉常年忍受着牛魔王精神上的摧残 原来牛魔王具有精神分力 在他的另一个人格当中 还存在着一个妹妹 牛小妹 作为哥哥时 他是正气领然的牛魔王 而作为妹妹时 他则是一个喜欢当众打人屁股的混世魔王 并且这个混世魔王还深深的迷恋着孙悟空 此刻 众人被独风层层包围 庞三藏随即决定 兵分两路 他与八戒和雾镜留下 帮助野牛一族脱离险境 而白狼则独自一人 前去解救小羽 炸了 几白狼心事召唤出火龙魂 突出重围 随后又凭借自身狼魂的敏锐嗅觉 不久便找到小羽 并将其救出 另一边 独风依靠严密的布局 很快便寻中了牛魔王 并要在他的体内直接缠落 不甘受毒的牛魔王瞬间爆发 并手撕了毒机 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 可就在此时 牛魔王的体内 却散发出异乎寻常的气息 随着一声怒吼 只见他浑身发黑 竟然堕落成了暗魂 此情此情 令众人大惊失色 在唐三藏以暗魂退散中 暂时控制了牛魔王之后 众人才得知了 牛魔王堕落的原因 竟然是孙悟空 原来 牛魔王在几年前 便得知了悟空的死讯 但是却不愿意相信 终日郁郁寡欢的他 整天拿自己的手下出气 直到唐三藏 清楚说出悟空已死 他也不愿留恋着人世结恋 眼看牛魔王继续堕落 心急之下 唐三藏只得谎骗他称 悟空还活着 并答应可以让他们见面 而牛魔王自然信以为真 并就此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两天之后 在野牛捕的西城门外 牛小妹和悟空相见了 悟空告知牛小妹 自己要去归还其境 完成任务后便会再来找他 说罢便消失在了天际 而在不远处 一片沙土袭来 原来刚才的悟空 是唐僧让悟静幻化而成 有时候 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希望 而唐僧给了牛小妹 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至此 离开了野牛捕的师徒一行人 继续踏上了 归还其境的道路 好了 本期素兰漫画就先到这里 看吧本期节目 大家有没有 因牛小妹的情感而动容呢 那么下期节目里 我们就来聊一聊 他心仪的对象 孙悟空 让重生之路以后 孙悟空又发生了 哪些奇遇呢 下周一 悉行之曰 不见不散